80年末90年代 很多叫做资本外移 造成很多工厂倒闭 工厂倒闭或者是工厂老板一走了之 就剩下很多女工的控诉 叫做青春都卖给工厂 然后退休金支钱费都没有 启蒙对我来讲 女性的一种在产业中 被当作用完就丢的一种劳动力 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开始思考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什么事都跟国民党的统治 这个不民主有点关系 然后社会上又有一些这种抗议的事件 或者是社会事件上面去扩大了 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结构 所以就等于有一点点是算 启蒙是不是在大学的社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跟现在大家讲的这个什么意义性社团 也没那么明确的用语 但是基本上就是比较关心 弱势的这个角度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那很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自己是念伤的嘛 所以我对于这种劳工的啊 或者是相对比较是 大家觉得这个劳资矛盾的部分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感觉 就觉得说你反正自己努力啊 然后竞争啊 然后在未来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提升嘛 你就会有竞争力 那真正影响我的是我先生啦 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在学校的社团认识的 所以就大概会去听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件 我记得那么时候他们比较在意的就是远东化仙的罢工事件 再来就是我自己有时候跟着他们去参加一些工会的组织嘛 那时候有一些女工官场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轴线就是大概80年末90年代 很多叫做资本外移造成很多工厂倒闭 工厂倒闭或者是工厂老板一走了之 就剩下很多女工的这个控诉叫做青春都卖给工厂嘛 然后退休金支权费都没有 启蒙对我来讲是第二个 就是女性的一种在产业中被当作用完就丢的一种劳动力 那个年代里面有很多像我们的姐姐都是国中毕业就到工厂的 所以那一代官场的运动很大一部分是女性 比较出来针对他们在产业结构里面被牺牲的一群 然后在牺牲的这一群基本上公司跟法令呢 也都没有一个相对安全保障 就像现在我们讲失业给付也没有 退休金也没有 老板一走了之之后什么电厂工资也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 如果要讲一直坚持走也没有说 没有想过要离开 一定有的 那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都会比较想到是说 有一些就是没有把成家啊 然后这个家里的期待啊当作一个压力 就比较觉得说要跟家里的这个期待呢 其实是反抗才是正确的 那年轻人都这样嘛 你说EFRA我们当时工会有没有一些反对意见 当然有嘛 然后我们也试图去厘清 EFRA里面对于台湾劳工冲击的部分 虽然他一开始说开放会比较有限制性的 不会影响到很多劳工的工作权益 但基本上是有一些 可能冲击到一些低阶服务业的人力 所以那时候EFRA确实大家工会是担心的 但那个时候跟科市长啊 或者是后来的这些太阳化运动 不是直接的连结 我也不认识市长 那是到后来的时候 市长他他的参选 然后他启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叫 林选的机制 有一些工会的伙伴就说 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啊 因为他就是开放的平台 然后当时的游戏规则也很清楚 就是你要去做证件发表 你要去谈你到底要做什么 他所有的局处里面 劳动局跟其他局 其他局可能没有这个证件发表的平台 他是林选 但是劳动局很特别 他就是要让他证件发表 那我们就说好 那既然劳动局 过去我们在劳动的一些议题上 又有一些发生嘛 那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来讲讲 反正就是去参加一个 类似 当然当然 就是说去让一些人认识我们嘛 应该是说从起步的时间点来算的话 前四年计划本来就是以职安卡作为推动的一个绩效嘛 那再加上劳动检查的量也成长到一个程度 所以以劳动局的能量 对于职安位 就是劳工的安全 对于劳工的职场的权益 就是以劳机法 或者是相对的性贫乏等等为例 大概我们都能够超越以前了 后来这个新的四年 就是108到111嘛 我们就规划了比较难的议题 一个是职场的性别平等这件事情 那这个涉及到跟很多劳动力的参与有关 那他如果说在职场平权里面更能够友善的话 也许我们女性的劳参率可以提高 这个我想是不管是地方或中央政府 一直想要努力的 那第二个工作就是引法的就业 特别是中高龄55岁以上的 我是设定要让他的劳参率再提高10%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们在2026年 超高龄社会的这个劳动力本身 你不靠这些更多的人还有机会进职场 或让职场的门槛 或者是职场的这个屏障更改善的话 其实台湾的劳动力 大概会有很大很大的缺口 那这个缺口 我们不可能在开放外劳来做二次性的替代 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 台湾现在有70万的外籍移工 那这些移工呢 已经一半都在造福产业了 那高龄化社会是不是代表 好像造福的这个需求又要更大 难道要一直用这种方式来 引进移工来做吗 不太可能 所以还是要调整跟 长照有关的能力配置 那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高龄 不是很超高龄的话 他的工作 他的参与他的这个 通过我们政府要努力 请他们再回职场的这个政策 要推 那这个地方政府一定要大力 在第一线做 基本上其实就是要开始启动 应发健康劳动 然后让这个企业 对于这种职场的年龄歧视 要去除 然后同时让一些工作机会的开展 比较多元一点 这个我想应该是 原来如果在这个四年 还能够努力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是可以再开创出一点 不一样的做法 当时如果这个事情的讨论 或者是决策 不是留下这个两周八十四 这么一个特殊的公时规定的话 也许后面的修法的方向会不太一样 那当时大家并没有去预看 或者是了解这个会是什么后果 所以显然过去在八十四公时两周的时候 就发生了第二阶段修法 第三阶段修法 就是要开始把那些排不进去的问题 还有包括要把这个叫做变形公时再放进去 所以后来就多了两周变形 四周变形 八周变形 就越来越多变形 那我在想说当时如果是四十公时 然后大家认真去对说 那四十公时之外 有一些行业 它无法一下子这样到位 它搭配别的方式 那不管是用叫做协商路法 还是说阶段性到什么程度 去开放那个变形制 可是不是这样 就政治上一下子 就是先有了那么一个 一个公司切不起的状况下 然后再慢慢去修补 那现在一变形下去 大家就会开始对变形公司污名化 那你说产业有没有需要变形 有些还是需要的 他们会讲像运输 我想特殊行业的这个需求下 所以又因为立法上大家不信任 后面的变形配套又让劳工怀疑 所以到最后就是只要是修法 然后劳房几乎就是觉得一定对我不利 这都是恶果 我们国家自己在很多 不管叫立法层次还是在行政思辨上面 当时确实都我觉得是相对不成熟 那几年之后到现在也许大家在专业上跟认识上 又比较好一点 不然在当时确实真的是很不好 我讲一个我知道的案例 就是年改之后有几百件的夕院案 送到法务局 法务局有几个科 有一两个科要全力去做这个当事 这个一个突然的事件 让这个人力跟这个必须要去 在实现内处理这件事情 这本来就是一个一定会造成工时不够 人力不足 所以这种是比较特殊 然后必须是有一个举单独承担 其他像劳动局不能去帮法务局做 因为我们在专业上根本是搭不起来 那你说有没有例行很血汗的 很过劳的 那要看每一个局处的业务 以我们劳动局来讲 我们有一个科专门做财法的 财法第一个细索 第二个他要看卷宗做写财处书 然后要在一定时间内去做财法的案例 他是有时间限制的 因为公文不能delay 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科里面的科员 就工作上时间就超过了 在公务部门 他的这个建制跟他的执掌里面 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企业说 我可能做有机的调整 人力上面短期训练之后来做一个任务 然后任务结束再做处理 公务部门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做 这么有机动性的处理 那就变成说那你要雇临时人力 临时人力根本不懂公务行政 你补进来等于是浪费一个人再去教他 又没有办法有弹性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离职 调单位 申请去哪里 那这个我是觉得说 人事处或者是中央的人事行政总处 他对于这种公务部门里面比较僵化的这种管制 有没有别种形式来让地方政府或者是政府部门 有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如果没有的话 这问题我觉得意思是无解 很难解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劳之争议的案量冲起来说 那个科有几位公务员后来也是辞职 他们也不干了 这就是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说有谁为了让这个大家要 就是让你过劳跟为了让你要好像多负担等等 很多都是事情来的大家不得不做嘛 公务行政就是有这个必然的业务量保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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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